如龍系列最吸引人的地方 不外乎就是 他描寫了一個個 在日本禮社會爭鬥、討生活的男人們 令人熱血沸騰的生存之道 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位 不僅有系列史上最高的顏值 更是被譽為如龍目前為止最難打的魔王 沒錯,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 東承惠本家肉頭輔佐 兼直系白豐會會長的封義孝 封義孝與人中這龍三登場 在成為黑道之前 適合靠著股票跟房地產買賣 賺進大把大把銀子的商業巨子 在30歲左右時 靠著錦三組第三代會長神田的關係而進入東承惠 並受到唐島大武的賞識及信賴 而在大武剛殺人的短短兩三年內 丟棄上了本家肉頭輔佐的位置 他背上了刺青麒麟 也很符合他年輕伶俐的形象 順帶一提 封義孝 他在2009時為了33歲 跟大武還有龍絲是同一個年紀 不過當然的 這時期的東承惠正在經歷一段很劇烈的組織浮動時期 所有古餐的伯木跟徵島 另外三個大幹部是否真的符合這個頭銜的確有待商議 但顯然封是三人中最沒有問題的那一個 封建立體的巨大財富 確實是給本家帶來了極大的收益 給官方慣上一個 東承惠的金庫管理員的稱號實在也是非常貼切啊 在故事開頭 當伯木先生和神田、兵器、徵島 封在商量該如何處理大武被槍擊的這個事件時 他是站在伯木先生這邊 之前要找回童生來暫時接替大武的位置的 對比主張要開戰的另外兩個輔佐來說 封的形式風格是走一個相當穩健理性的路線 他就是這樣一路爬上來的 到這裡為止 他一點也沒有打算去搶奪沖繩基地的利益 或者跟童生槓上的打算 但是這當然也不表示 封師任可童生這個人為人的 當他察覺情況發展不太對的時候 便決定自己出來搞定這件事情 第一步 他就把從頭到尾都非常礙事的神田給清理掉了 不然就在這裡 殺了你 這就不想要把房子的地方 這就不想要把房子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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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那... 艾珍 再將神田的人頭斷給童生等人看 表示自己要出面替組織擦屁股的決心 把當初那個提拔自己的人 雖然是個爛人 如此冷血的給除掉這種做法 當然是被童生這種舊時代的黑道所質疑 不過在這邊 封隊童生的反問可以說是點出了童生一馬這個角色最大的癥結點 童生從來沒有意識到他的能力伴隨而來的巨大責任 他是極老的傳奇 一個宛如燈塔一般的存在 然而一個有能力的人沒有站在他該在的位置上 夢想自己能在海邊跟貴人的小朋友享清福 這種行為 風稱其為為善 當然沒有人能夠替童生決定要想要過怎樣的人生 但是堂島之龍這個耀眼的存在 本身不可避免的就會引發爭端 不過很可惜的是 童生意會到這一點是四代以後的事了 聽起來很有道理 是吧 但風真的是對的嗎? 那就先讓我們來看看他這樣的想法究竟是怎麼來的吧 風跟童生還有千年華的小朋友一樣都是無親無故的孤兒 好在風有關心他的大叔照顧 到此為止都愛跟童生他們一樣 可是很不幸的 照顧風的大叔在他還小的時候就早早去世了 缺了能夠引導他的父親角色 風只能靠自己 刻苦的 從社會的最底層爬上來 一路上 他捨棄了對人的信任 靠著絕對的理性 最符合利益的判斷積累了巨大的財富 有了這些錢 他現在什麼都換得到了 然而他心中依舊是非常的空虛 這裡我們就能很明顯的看到 風他看似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 事實上 他卻比任何人都迷失 這時他認識到了一個講求絕對的羈絆的世界 也就是極道社會 顯示風還是渴望與人的連結 不過 這邊有一個極度諷刺的點是 他為了靜道理社會 而交的第一個同伴 卻直接是他堆錢換來的一張門票 風這樣一路走來 似乎早就忘了與人交流的方法了 所幸進到東城會後 風似乎終於遇上了一個不是基於自己的錢 而是以一個男人的身份認可自己的人 大巫 風非常欣賞他 並對大巫領導的組織做出了莫大的貢獻 然而更加諷刺的是 在大巫有可能得以徹底改變風的為人之前 他就被槍擊住院 組織亂成一團 到這邊 風對大巫 幻滅了 他所欣賞的堂島大巫 本應該是一個和自己同領 卻有著非凡領袖魅力的人物 不是這個接著管子為生的行屍走肉 所以看不下去大巫在維持這個樣子的風 才決定要聯合Black Monday 把東城會回覆到他心目中 原本大巫還在時那個光輝的樣子 看到這裡應該就很明顯 風的個性 是極端文媒主義而且有潔癖的 他其實沒有什麼野心或者復仇的慾望 他只是無法忍受他認為應該是那樣的事物不是想像中的樣子 而他那些看似一切都正確的言論 並不是出自他心中的信念 而是來自童年時代的自卑跟嫉妒 一個有能力的人 怎麼可以在這種鄉下地方浪費生命 偽善 過年出生的人竟然被一個偽善者給保護者 不怕以後被人瞧不起 可悲 一個我崇拜的偶像 怎麼可以像植物人一樣躺在床上 幻滅 他認為這世上沒有值得他相信的人事物 但諷刺的是 風完全沒有察覺到 自己其實就跟那些以前很討厭的人沒什麼兩樣 他以為錢能夠換到尊嚴 卻只感覺空虛 他以為錢這次真的能換到羈絆 是因為被自己的主觀意識所蒙蔽 而差點流失了這個機會 直到童聲最後把他揍醒 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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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呢 好像很穩定的感覺 全都被斷了 是這樣的感覺 最後的最後 那個他以為是真心帶他的女秘書 其實也只是為了他的錢 感到一切身無可厭的楓 為了向大無贖罪 而帶著Black Monday的頭頭 跳樓同歸與盡 你要說大無醒來 知道了楓這段期間到底做了多少背叛他的事之後 會無法原諒他嗎 想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不過對楓來說 想必是覺得這樣的自己 已經沒有那個資格再繼續待在大無的身邊 再選擇同歸於盡的吧 這或許是楓一笑 這個極端完美主義者 最後的一點潔癖也說不定了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 編曲 初音ミク 3代的魔王瘋一笑 並不是像龍絲9代一樣一個可敬的對手 而是和錦珊同樣被某種謊言給束縛著的可憐人 而對比錦珊在經歷這一整段錯維的旅程之後 只求一個了解這種 一切已經無法回頭的惋惜感 瘋的結局更讓玩家們不捨的原因就是 他在最後拋出了一個如果 如果我來勢的話 可不可以讓我加入你們那一邊呢? 這就讓早期那一批淋之前入坑的原住民玩家感到非常可惜 一致認為要是瘋一笑沒有死的話 那他將會是同生於馬接班人的強力候補 好在大家這幾年 都沒有忘記周圍充滿魅力的反派角色 在如龍第一次忍氣投票中 瘋一笑擠掉的小瑤爬上了第10名 使得他得以在微型中轉世成為嚴格 並遵守介入的新選組鬼之副長 土方穗三 一直到最終戰為止 都能跟龍馬、董事等主角群並肩作戰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令人欣慰的呢? 不過事件的餘波尚未平息 由於白峰會的瓦解 導致東城會一瞬間失去了最大的經濟來源 使得周圍組織趁虛而入 促成了下一場戰爭的老火線 我們這時候再回頭看 瘋一開始指出 同生沒有意會到自己的責任這段劇情 這實在也是個非常大的諷刺 而不 應該說是因果輪迴吧 如果有誰的反應是否 也要再注一步 下注一步